这个新北市是全台湾新住民人口最多的城市 而市府为了让更多人能够认识新住民文化 特别在市府一楼大厅举办的认识幸福新住民展 那么当天市长朱立伦特别亲自出席 同时也呼吁大家一起透过这个现场的展览来感受新住民文化 新北市新住民已达9万7千多位 是全台人数最多的城市 市府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新住民文化 特别从10月8号起在市府一楼大厅举办认识幸福新住民展 现在第一次的新住民认识幸福新住民的展览 也是让很多很多的市民同胞 大家都能够来认识新住民 住在我们周边生活在我们周边 学习在我们周边 我们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市民 我们更应该认识他 不管今天是美食也好 是文化也好 是语言也好 是很多很多的这些小故事都非常的精彩 之后我们大家来认识 当天现场还特别邀请了泰国印尼 越南新住民妈妈亲手制作道地原乡料理 要透过美食体验让市民朋友感受新住民多元风情的好滋味 除此之外 市府更首创全台第一个地方政府跟有线电视 攜手合作专属新住民的节目幸福新民报 我们有线电视的好朋友 西北市的有线电视好朋友 不但是我们提供我们市民服务 更重要还有这一份社会责任 我们的幸福新民报 获得了最佳电视公关 这个城市的公关奖 政府的公关奖 因为它很重要的 它这三季以来 让我们很多市住民能够了解家乡市 也可以了解我们很多传统的以及在地的以及家乡的文化 幸福新民报节目持续制播 全新第三季在每周日晚间 8点到10点在03台公益频道 以中泰音乐四语连续播出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一起来认识新北市的幸福新住民 以上新闻记者市府采访报导